全美政壇第三號人物訪台 牽動美中兩岸局勢 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也關注 特地連線三例新聞資深記者 向正維談中共一連串宣戰恫嚇 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的主播 想從臺灣人的角度了解 培洛西訪台是不是可能引發戰爭 向正維告訴外媒烏爾開戰後 培洛西踏上寶島別具異議 在美中緊張時刻 三例新聞頻繁跟外媒合作 登上國際媒體版面 還有主播獨家連線訪問CNN 臺北特派記者 不僅如此 CNN在深夜連線記者時 也特別使用三例新聞拍攝的畫面 顯見三例新聞在國際能見度大增 在重要新聞議題上接軌全世界 三例新聞綜合報導